生产线上有三段橡胶棍 这是第一段,这是第二段,这是第三段 橡胶棍的松紧调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下方 首先它上跟下的橡胶棍是压紧的 而且是左边跟右边是平衡的 那如果是说出现我们一侧单侧的橡胶棍 比如说我们的左侧它如果是松了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调整一下 首先把橡胶棍抬起来 这是中心位置的橡胶棍的开关 抬起来以后我们可以选气缸 气缸,气缸这个位置 气缸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螺丝往上旋 往下旋来调整橡胶棍的高低 比如我们现在左侧它是松了 我们可以把螺丝往上旋 往上回松 回松完以后我们开关 悬吊下压 下压的同时我们来根据纸张 左侧 左侧跟右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松紧 并且我们可以用手来拉一下子缸 用手来拉一下左侧或者是右侧来检测一下 如果我们松紧调整完毕以后 就可以把上面的螺帽给它扣死,锁紧 锁紧